《神经》 你提到禅修 我也想分享 你刚才形容我用境界 吃了药之后有没有很开心 有没有不开心 但其实那样东西是被药物去控制 如果你可以自主 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我现在常常强调 就是说学了佛之后 你会自在很多 我不会强调你会开心很多 因为如果你强调开心很多 当你有点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可能有问题 但我会强调自在 就是说开心的时候和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很自在 如果你开心的时候自在 你不会不断追求 但是你不开心的时候都很自在 那就是没有不开心 所以情绪病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有时不收那个练习 你会觉察到 我现在情绪上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察到 但是我不抗拒它 我不压抑 我也不抗拒它 我知道我现在情绪上是有一些问题 可以的 那你就会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一件事 就是你在一个适当的时候 你接触到佛法 或者是禅修的方法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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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很多帮助